这部分我们带来介绍一下字符串 字符串呢 我们分两个知识点来介绍 第一个是AresDialStream 也就是说是数组风格的字符串 第二部分是Stream类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AresDialStream 那么它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符串本身其实它是一个数组 是一个数组 我们把数组里面 把每个字符逐个存进去 存到数组里面 那就形成一个字符串 因为本来的字符串 就是一个个字符连起来的 那所以说用数组来存储 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的名字叫Rabbit 实际上它是一个数组 数组的元素类型是X 元素个数是16个 那么这个地方是初始化列表 我们根据我们在数组这一部分 学到的知识 我们就知道 这个16个元素的数组 被初始化为P这个小整数 是个字符整数 ETER 这五个字符 后面的字符 也是后面的整数都会被制灵 就是这个数组里面 就是这个根据前面数组的意思是这样来理解的 那么这第一个数组的声明 第二个我们叫它Bad Pig 是一个不好的Pig 9个字符 9个元素 这个数组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这9个元素里面放的内容是PayPal 空格Pig 我们数一下123456789 正好9个元素全部放满 也就是说它初始化就初始化为这9个元素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字符串呢 作为一个数组 它没有任何问题 语法上也没任何错误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字符串来看的话 它就有问题了 问题就出在我们对待一个字符串 数组字符串的时候 有字符串的结束标志就是一个NOW 也就是一个0 要是字符串 这样去分析下去 那么什么时候停止呢 它看到0为止 那问题来了 我们一个数组 只是Bad Pig 这个名字 它只是能够显示它的 只是能够表达它的首地值 那么它一共有多少个元素 我们可能不知道 如果我们把数字作为参数传给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个数 那它就会一直往下找下去 所以这样的话是容易出问题的 那么一个好的名字 应该是这个样子 多加一个字符 在这儿 最后一个字符初始化为0 这是一个字符斜杠0 这是一个字符 它的值就是0 它的整数值是0 不是01234 那个字符0 它的真实的整数值是0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字符到这儿就断了 那么它之前是一个完整的字符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第1个Ribbit16 16个元素 里面是Peter Peter 然后我们就知道 字符串的长度是多少呢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有一个函数 叫字符串的长度 我们来数数 它应该是返回那么5 是吧 因为有5个字符 然后呢 我们再把每个元素逐一打印出来 打印的时候 先打印它的锁印 然后打印它的整数值 这加一个加号的目标是什么呢 加号是一个运算符 那么这是一个 差类型8位的整数 8位的整数 经过这个运算符操作之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运算符 运算 只整数运算只有INT和浪两种运算方式 那么它既然是 短于它这个差比INT短 那么 做完这个运算之后 它的数据类型就变成了32位的整数 实际上这边就是一个强制类型转换 然后呢 再把它的字符 字符 它是个差嘛 如果默认去这样打印 它也会以字符的方式打印 把它打印出来 这是16个元素 打印出来 如果是这个Bad Pig和Good Pig 这两个数组呢 我们分别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Bad Pig Good Pig Rabbit应该不会有问题 在这儿我特意加了一个括号 在这个字符打印完之后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会打印出一些空格来 我们也不知道 就没有结束的符号来显示一下 我们就不知道它在哪儿结束的 所以这是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 我们编译一下 啊 好 这个结果出来了 我们来高一点 我们来看 字符传的长度是5 也是这个Rabbit 长度是5个字符传 这是这个函数 啊 这个返回的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往后数 12345 数到5的时候 它为什么停下 是因为它后面有个0 如果没有0 它会继续数下去 我们来看 16个元素依次打印出来 从0开始往下打印 PETR 它们的这个编码值 就是114比如说2 然后后面就全是0了 所以说呢 Rabbit is Peter 结果是对的 Peg's bad name is Peter Pepa Pig 我们来看 后面又多了一个Peter 我们本来初始化的只是 我们来看看 它本来只是Pepa Pig 但是呢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竟然变成了Peter 这说明什么 其实说明我们前面的这个数族 它的存储是存在Pepa Pig的后面 Pepa Pig的后面 存在这个后面 正好就接上了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就越界了 你打印的时候 越到这个Rabbit 这个数字的数据区去了 然后又把Peter给打印出来 然后再往后 正好有个0挡住了 如果没有0 它会继续一直打下去 它一直认为后面的这些数据 都是自负穿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因为你万一很长的数据 那他可能这个 他认为这个数据区特别长 所以说呢 当我们用这个GoodName 这加个0 加个0把它挡住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 数组类型的数据区 最后一定加个0来结束它 好 我们再来看 我们这有个函数叫String Lens 数据区的长度 它输入一个 这个自负串的这个指针 或者说数组的名字 然后呢 这有一个Cons的修饰 说明这个函数不会对数据进行修改 然后返回这个自负串的长度 在这里需要区分一个概念 自负串的长度和数组的长度 数组的长度在这 这个是16 这个是9 这个是10 这是非常确定的 那么自负串的长度在这个里面 那它是5 虽然它有16个字节 但是自负串只用了5个 这个自负串的长度就比较难以估计了 因为你用这个函数去去计算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一直往后算 一直碰到0为止 所以它会越界 如果越界越的比较夸张 操作系统会把你的程序杀死 所以呢 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你的结构不对 有的时候你的程序会崩溃掉 所以这个的自负串的长度就是9 还有数组是10 所以一定要记得多一个字节去存这个0 那么我在这展示一个例子 这个数组是name 有10个元素 在这10个元素里面 我们对它进行初始化 分别初始化为y这个字符 u这个字符 0s字符点字符 和这个0 这个0是 不是它的编码值不是0 这个字符0 那我们来看它应该返回多少 你可能看到之后 凭直觉你会觉得等于12345 6等于6是吧 实际上不会的 它只可能等于2 因为这个地方是0 把它挡住了 终止了 字符串到这就终止了 作为一个字符串去解析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刚才就是 这个代码被注释掉 这个代码它应该返回多少 我们来看编译一下 运行一下 没有结果为什么没运行起来 是因为大家看这个点 我没有保存 我修改了之后忘了保存 重新编译 我运行我们来看输出2 所以说呢 String Lens这个的字符串的长度是2 这个也需要注意的是 刚才我们犯了个小小的错误 就是没有保存代码就去编译 就去运行发现结果不是所预期的那样 在大家在编程的时候 我相信也会犯类似的错误 一定记得 有的时候你去看代码应对了 为什么这没有把2输出出来呢 也许你只是忘了保存 好 我们再来讲下个知识点 下个知识点是String Literal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叫它叫长量字符串 按照前面的这些例子 我们来看 我们如果每个字符串的初始化 都是这样去写的时候 一个字符一个字符 还加单引号加逗号 字符串一长 我们会感觉很令人崩溃 那么所以呢 C和CI语言的设计者 他又设计了这么个 似乎串 长量字符串的这么一个规范 你可以这样去写 查 name1 这是数组 然后呢 初始化为这个Sauden University 或33Teknology 那么它就直接就是相当于这个跟前面一样 把字符一个的放进去 它先数一数 一共有多少个字符 来加1 然后呢 去创建这么一个书组 然后呢 整个字符串放进去 来最后放一个0进去 解断它 这个就是啊 这样写下来 其实初始化起来就更加方便 呃 这个例子呢 第二行代码 其实跟第一行在语法上是完全相同的 这是两个字符串的连接 你这样写没有错 好 前字符串比较长 我们比较难数 那我们来用第二三个例子来看 第三个例子就是数组有多长 字符串有多长 在这个字符串里面有四个字符 所以字符串的长度是4 那么数组的长度是多少呢 是5 因为除了放这四个字符 还要放一个0 这个字符串的结束标志 所以它需要5个元素 这是需要注意的 它真正存起来这个这个数组啊 它在内存是这样的 第一个字符串 A 第二个字符串 B 第三个是C 第四个D 第五个就是0 大家看这我加了单引号 这没加 这表示整数0 这是字符D 所以呢 它们的地址分别是内姆3 加0 加1 加2 加3 加4 这是它们5个元素的地址 那么我们前面介绍的 其实都是 如果您英文的字符 如果你想要表达中文 表达欧洲的一些语言 还有日文韩文等等其他语言 只是靠 这个这个256个字符 或者说128个字符 是远远不够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其他的编码方式 比如说 4个Ci加里面 也会支持W差 就是Y的差 就是一个更宽的差 它以UNICLE去编码的 或者说 Ci加11之后 还有16位的和32位的 这个字符 前面在讲 整数的时候 我们也简单提过 这几种数据类型 这不展开详细讲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字符串呢 如果你只是一个双引号 那就是差类型的 如果你加个L 那这个字符串就是W差 类型的 如果加小U 那就是差16位的 大U就是32位的 这是用来去表达各种 其他的语言 来准备的数据类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字符串的操作 字符串操作和一些Examination 就是一些属性的获取 我们要第一个 最常用的操作 就是拷贝 我们假设有两个字符串 我们需要把字符串的数据 从SRC 搬到DES等于 这个目标里面去 就是说 从第一个字符串里面 把它拷贝到第二个字符串 怎么去拷贝呢 你可以写个 报循环 或者挖偶循环 把那个元素一个月 往里复制进去 但是那个要慢一点 你可以用死人拷贝 这就是内存拷贝 他直接把第一个字符串 拷贝到第二个里面 拷贝到第二个里面 这里面有个问题 前面我们讲到 字符串的长度是多少 在拷贝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大家看这个函数 他并没有说SRC 这个数组是多长 DES这个数组是多长 是不是 那有个问题了 那么他在拷贝元素的时候 他要拷贝多少个元素呢 很简单 他就拷贝SRC里面有多少个 他就往这里面拷贝多少个 那问题来了 如果DES这个目标数组 它的容量不够怎么办 假如这个SRC里面有100个元素 这个数的长度只是10 那么这个函数 依然会做100个字符的拷贝操作 也就是说 这边要逆出90个字符 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呢 后来就有了一个新的函数 叫StringN拷贝加一个N 它意思就是 它又加了个参数Count 说Count意思是 你最多只能拷贝Count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这个数字越界 你可以把Count值设置为SRC和DES的长度的最小值 它有两个长度是吧 你设一个最小的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越界 所以推荐大家用这个 而不要用上面那个 还有字符串连接 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 然后有两个字符串 我们把它串成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用StringCount StringCount 它就把这个字符串拷贝到这个字符串的后面 拷贝到这个后面 同样的这个也会面临拷贝的时候越界的问题 也有一个版本 StringCount 这不详细展开讲 大家去看手册 还有就是字符串的比较 我们有的时候说按字目顺序排序 按字典顺序排序 或者说 那么我们这个顺序的定义 我们可以使用 StringCount 就是字符串的比较 两个字符串都是Count 因为他们不进行修改 然后Left和Right这两个字符串 然后比较一下谁大谁小 谁大谁小 然后如果前面这个小 如果前面是A后面是B 那么它就会返回一个负值 如果反过来 就返回一个正值 然后如果两个是完全相同 那么它就返回0 当然如果第一个字符完全相同 那就它就比第二个字符 所以就字符是顺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在这 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来看 我们有两个字符串 String1 String2 第一个是Hello CPP Hello CPP 大家记得这 我故意插入了一个0 插入了一个0 那么其实这意思就是说 这个字符串 虽然我申请 内存申请了这么多 这是12 我申请了12个字符 最后一个 这里面一共我初始化了11个字符在这 它包含这个 那么呢 这个是8个 OK 然后这是result 我创建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数字 防止它溢出 然后我们把第一个 虽然只有12个元素 我依然循环16次把他们的索引 他们的数值和他们的字符 全部打印出来 然后呢 把一个字符拷贝到result里面 我们来看它拷贝的话是拷贝整个 还是拷贝这个 其实它是只是拷贝 hello 逗号和空格 后面不会再拷贝 然后呢再去 string cat 就连起来 把字符2跟result连起来 其实就是跟字符1连起来的 所以说连起来之后 它后面这块权是要丢掉的 就是 大家来看这个result 然后呢我们把字符1和字符2 再去 再去把它 连起来 把它连起来 我们来看 编译一下 运行 运行 我们来看 第一个字符穿呢 我们把我们手地址开始hello 到这L 逗号32 空格32是空格 这就是个空格符 然后结束 但是我们后面还是cpp 又去做了 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结束 第一个字符的结束了 但是我们依然越界了 越界去访问 然后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来看第一次拷贝 第一个字符穿 拷贝到result里面 所以说只有hello 还有一个空格 这个空格 因为我没有加一个 在后面加一个符号 所以说你就看不见了 所以说这是有空格的 然后两个字符穿连起来 大家可以看hello sys tag 他把cpp这三个字符给丢掉了 然后呢 呃 最后面的这两个比较就会变成 这两个比较就会变成这个 这个什么 笔大小 我们来看hello和sys tag 进行对比 谁在前面 h在前面对吧 s在后面 所以说呢 返回一个负值 小的在前面 大的在后面 返回个负11 这个负11 其实就是h-s的值 h-s的值 好 前面我们讲的字符串的操作 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strain类 在前面的数组字符串的操作里面 我们会发现很危险 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错 跟数组操作一样非常容易出错 那么如果采用strain类的话 那么很多操作会方便很多 而且呢出错的几率更低 出错的几率更低 当然也不等于不出错 在这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还是hello sys tag 那么字符串的连接 连接 那你我们可以直接用strain1加号 这个加号就可以实现 字符串的连接 然后加一个字符串 再加一个字符串 这样三个字符串 就会连成一个更长的字符串 然后复啊处置画给result 所以说呢 我们有了加号 我们就不用调用函数strain cat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就是操作起来更方便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个例子 std of string 是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们来看 刚才这样 我们它的数据类型是strain strain类 st1是一个对象 这是另外一个对象 这是另外一个对象 它们的类处置化为 处置化为 处置化为字符串的内容 然后呢 把它result加起来 我们就可以打印了 我们打印的时候 在过去我们一般是这样打印 对吧 那就先打印一个字符串 再打印一个字符串 那么其实在这儿 我们可以完全用加号来打击 那它意思就会变成先做一个字符串的连接 前面这个字符串和后面这个字符串 先做一个加法 就是连接起来 然后再打印出来 然后把它整体的结果打印出来 还有就是字符串的长度 我们可以知道result点lens 我们就知道字符串是多长 就不容易出错 这个lens也可以返回 这个结果的长度 然后呢我们比较 str1小于str2 那么前面我们讲 有个函数 专门的函数是在这儿 strcmp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儿 就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是str1小于str2 如果是的话 那就返回1 否则就返回0 对吧 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果 好 我们运行要看一下 result是这个路传连接自动成功了 然后长度是14个字符 str1小于str2 它的结果是1 也是tr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用字符串的话 用字符串这个类会更方便 更方便 我们就使用这些运算符 就可以实现函数要做的事情 好 同样的 不同的 就是这个我们如果想要表达更宽的字符 比如说中文 日文 韩文 等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字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W String U8或者 U16 或U32 当然我们可以指定为U8 这个是世界加20标准里面的 所以说有不同的String 你可以去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不展开去讲了 好 最后再强调一点 有了String 有的同学可能理所当然认为 String的元素的 读写会 会比较安全 就可能会有越界检查 就是 但实际上 不会的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字符串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 StR1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方括号 比如说随便写个2 那就可以把这个字符串的第二个字符 或者说第三个字符取出来 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写一个很大的数 比如说100 在运行时候也不会有报错 也不会有检查 比如说String类 并没有这个越界的检查 如果你去逐个访问元素的话 所以 大家使用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的小心 这是C和Ci语言的一个特点 它会假定你 它是为了效率 它会假定你 这个 你很小心 你如果不小心 那只能是后果自负了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